作為遊戲中 我選擇一個面向出來說 就是遊戲中的玩家和所謂的Avatar 兩者之間的主體問題 我會討論Avatar其實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比較簡單 Avatar是一個所謂玩家的可控的角色 還有Nagman Nagman就是黃色的角色 在這些遊戲中 你會比較少把自己主動地形同下去 你在控制的角色 我很知道我只是控制這隻黃色的角色 我就是做控制他的人 他就讓我控制 就是這麼簡單 他就讓我玩 Avatar有第二個意思 玩家在這個遊戲中 Avatar其實也可以解做一個 具有身體的一份行動者 或者是一個在象的意思 你是把你放進這個遊戲世界裡 遊戲世界 你要做一些東西 就需要有一個行動者 那這個行動者 就是你創造出來的角色 Avatar其實可以總結為一個 學士 代理人 代理探索世界 代理打怪物 再賺錢 代理探戀愛 甚至代理死亡 遊戲裡面 這些Avatar其實是有一些 慾望在這裡 那它的慾望是什麼呢 可以是一些NPC給你的任務 可以是一些很難得到的裝備 可能是一些隱藏的道具 或者一些技能 這些Avatar在追求的東西 的慾望 放在玩家身上 那玩家開始都覺得自己在追求這些東西 我們作為玩家和Avatar 到底是不是真的必然對應呢 就是會不會有些情況呢 有些遊戲 Avatar在這裡 但是我覺得我根本沒有辦法扮演 我和它是一段離開理的 我無論如何都不可以 和它有一個影圖關係 甚至有些遊戲 我裡面竟然沒有Avatar 然後遊戲裡面 竟然當了我就是Avatar 它直接向我跟我溝通 直接向我下達子 那這個Stanley Parable 我會將它定性為一種 反第一身Adventure遊戲 你打開冒險遊戲 會有一些任務 會有一些角色 會和你講起 但是這個遊戲 是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這個遊戲可以說 是一個沒有故事 沒有情節 也沒有任務的遊戲 玩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 這個遊戲 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我完全不可以用一般 玩冒險遊戲的態度來對待它 因為Stanley這個Avatar 她的慾望是非常無 我不知道她想做什麼 所以我跟她同意不到 我唯有根據我自己的想法 來操作Stanley 看看會遇上什麼 Doki Doki我將她定性為 這個Anti Girl Game 這個男生 就是無緣無故遇到一班 很有特色的女生 然後你突然間很有異性緣 可以有機會得到 這班女生的方心 她們就在你面前 可以讓你選擇最求哪個 或者同時追求哪幾個 這就是Girl Game的模式 但在Doki Doki裡面 在校園世界裡面 竟然有人可以 潛越到界面的世界 這一層那裏 然後做一些修改 例如 對話會變成聯馬 然後所謂的東西都變成 一些 我們叫做Glitch 一些所謂的雜訊畫面 這個Monica 其實她的最終目標是什麼呢 其實她的最終目標就是 她知道她自己在遊戲裡面 也知道你在玩這個遊戲的玩家 然後她對整個遊戲世界裡面的所有東西都沒有興趣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一個遊戲設計師設計出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用Program寫的 她知道整個遊戲會發生什麼事 她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所謂的玩家 你不是Program寫出來 你是一個真人 所以Monica唯一有興趣的人就是你 她想剷除所有其他類角 然後跟你一起 跟你聊天去認識你 那整個遊戲其實就是 用這個Glitch Game的 慣用的形式 來做一個扭轉 就是 如果 你 這個 玩家 你在控制著那個 不是Evatar 而是 你在做著你自己 然後裡面的角色也知道 他面對的不是一個Evatar 而是玩家你自己本身 那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遊戲就是在問一下 你要問一下